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祭 北京举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班寿仪式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全国人民要以英雄为榜样 由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道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一众获加许人一同步入人民大会堂 今次有十五人获授予国家最高荣誉的国家勋章 同国家勋章号 其中四人获班共和国勋章 包括参与过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黄忠德 十人获班国家荣誉称号 包括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女演员田华 他上台的时候 习近平和他握手聊了一会儿 两人也拖着手合照 获授予体育工作结出贡献者称号的张舍林 曾经代表国家队首次夺得世界乒乓男商和混商冠军 以及带领国家队连续十届取得世界乒乓女团冠军 以及多届女单冠军 中国对外最高荣誉的友谊纷章 就授予巴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富 表扬他为推动中巴和中拉关系发展 以及跟专国家合作作出的贡献 习近平发表讲话 提到全国要以英雄无范为榜样团结奋斗 以国家富强为孽 以人民幸福为盼 忠心爱国 始至报国 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 在破解发展难题 攻克改革难关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 不断有所作为 伟大的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 英雄辈出 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长盛不衰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关心关爱英雄模范 推动全社会 尊崇英雄 学习英雄 争作英雄 习近平说 新中国成立75年来 有很多跟中国志同道合的朋友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 为中国发展 增进中国人民 同各国人民友谊 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中国人民愿携手世界各国人民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家勋章和国家语语称号 一般每五年颁受一次 在2019年国庆70周年之祭 首次举行国家勋章和国家语语称号 颁受仪式 当时有42人获加许 武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叶昭华报导 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连续九年位居全球第一 并且弱升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有转型开发新能源车的内地车企 近年更加投资过百亿元人民币 建造超级工厂 这间在重庆拥有三十几年历史的 传统汽车企业 造零部件起格 2016年转型开发新能源汽车 近年更加蓄资兴建超级工厂 我们从规划这个工厂到整车下线 其实我们用了12个月的这样的时间 这道面积大约有250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 拥有过千台智能设备 超过3000个机械人同时运作 厂房负责人说 各大车企为了加快生产速度 近年都寻求在压注技术上的突破 我们这套半吨级的这种压注单元 可以将222套单个零件 集成为10个这样的压注零件 其中一体式后车体 我们可以将87个零件 集成为5个零件 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生态效率 降低我们的整个制造成本 2014年5月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上海视察那阵 首次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 是迈向汽车强国的必有之路 之后各部门先后推出70几项 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 目前中国有130几个新能源汽车品牌 竞争激烈并且开始太弱流强 在2014年15年以后的话 应该来讲新能源的品牌是非常多 到目前来说 这品牌的数越来越集中 这款电动车去年年底 在内地刚刚开卖的时候 短短两个钟头已经卖出过万部 我现在跟车 跟了一箱货车 看到没有他自己做了一个动作 自己操车变道 车里面的智能系统 可以自动识别障碍物 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和声线等等 在中国市场目前的这些新能源车 智能的一个水平 是领先于我们的欧美企业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新能源的这些品牌的话 从原先的我们的小组赛 将进入到季火赛 就是淘汰赛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有近950万架 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 出口量急增至120万架 带动中国若升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无线电视记者黄山报导 回来本港 多区有庆祝国庆七十五周年活动 其中港岛区有团体举行龙洲比赛 警务处处长肖泽宜呼吁 青年应该以第一身感受国家发展 精英会联同游艇会 在游艇会及关仔水上运动及康洛主题区 举行龙洲比赛 24支来自本港和内地不同城市的龙洲队参与 希望藉着这个活动 为我们国家带来一个喜悦的日子 输赢其次 其实大家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心情很兴奋和紧张 非常热烈 而且大家对于爱国的情都很浓厚 所以希望大家都一起享受这个比赛 来自上海的他第一次参赛 就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 非常激动 我们只差了一点点就比赛了第一名 在香港爬龙洲特别有氛围 有请警务处处长肖泽宜先生 警务处处长肖泽宜致辞的时候说 年轻一代象征着国家和香港的未来 以及发展腾飞的动力 呼吁青年要发挥所长 贡献国家和社会 要以谦信的心态去认识祖国 建立好家国观 要用第一身去看 去感受祖国的历史文化 和蜕变发展 去内地不同的地方 去作深度的探索 多些跟内地的年轻人去交流 以深化对祖国的人民 和社会的发展的认知 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和归属感 官堂民政事务处 区议会和地区组织等等 就在官堂自由空间 举行千人星期礼 和音乐表演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石剑尾有国旗和区旗旗杆被破坏 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 事后部分旗次被拆走 现场留下固定用的胶带 地下有截断的旗杆 现场是南昌街和窝仔街交界 警方清晨大约6点接获报案 到场之后发现十几支 写在路边的国旗和区旗旗杆折曲 至于其次本身就没有受损 暂时未有人被捕 尖渣咀有行人隧道 怀疑被人涂押 下午两点半 警员曾经摩地道行人隧道的时候 在旺梭市巴黎道方向管道 发现场壁被喷上图案和置据 部分由黑胶袋覆盖 案件列作刑事毁坏 交由由尖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 转讲一下美国总统选举 代表美国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 去到摇摆州之一的威斯康星州拉票 他大打移民牌 声言一旦当选就会解放美国 驱逐非法移民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六 到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 他指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何錦麗有意消除美国边境 被非法移民任意妄为 应该为此负上责任 特朗普又说何錦麗一旦当选 不单止威斯康星州 甚至整个美国都会沦为第三世界地獄 特朗普不单止说越过美物边境的非法移民 毒害美国 更再次称呼他们做动物 又说何錦麗和美国总统拜登都是精神失常 何錦麗星期五曾经到 阿里桑那州视察美物边境 又向巡来人员了解边境情况 他说美国在确保边境安全之余 要以有罪、安全和人性化的合法方式 欢迎移民入境 美国最近多个民调显示 多数受访者在处理移民问题上 比较信任特朗普 纽约时报文调说 何錦麗在威斯康星州有五成支持率 暂时领先特朗普两个百分点 无线电视记者旅晓说报道 美国和伊拉克特成协议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将会在一年内 终止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说有关军事任务会在明年9月前结束 伊拉克和多国联军会过渡到 双边安全伙伴关系 支援伊拉克部队继续向伊斯兰国施压 声明又说 伊拉克和美方代表组成的高级军事委员会 将会制定必要措施 确保过渡期内 多国联军驻伊拉克顾问人员的安全 同样由伊斯兰国成员活跃的 伊拉克伦国敘利亚 声明说多国联军在当地的任务 将会维持到2026年9月 多国联军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由 增兵伊拉克 目前美军仍然有2000鸿北人驻守伊拉克 大约900人驻守敘利亚 快送时间 内地一年七日的国庆黄金周假期 星期二展开 当局预期会有900多个旅行团访港 不过有业界说旅行团行程 大部分都是以传统景点为主 团友未必有机会参与国庆活动 政府举办多项国庆活动 包括国庆当晚为港友加入无人机表演的烟花会演 预料会吸引不少旅客来观赏 有旅行社案惯例 推出海上烟花观赏团 但布团人数不太理想 内地黄金周七日假期预料有925个旅行团访港 日均132团 有业界预计假期头三日访港旅客最多 但旅行团行程大多以传统景点为主 例如游览山顶海平等 除非大型活动有为旅行团预留位置 否则很难安排团友参加 因为第一 泊车不方便 第二 不会像香港人那样 走路快 而且他们基本上不善意逼 你知道一个如果我们真的安排的 首先要保证他们看到烟花 第二要保证他们在安排那方面的东西 除非我们有一个旅游区被旅行社认购 出入方便 政府近年也积极推广深度游客 有旅行社说黄金周期间酒店价格偏高 客源也都不同 不会扮特色游旅行团 因为假期客有很多就是 可能他一年只得国庆或者五一劳动制 或者是新年才放假的 所以他们去任何的地方 都是希望去一些最传统的大型的景点围住 小众景点想推广的话 希望尽量将成本或者各方面的东西都压低 令到他们有了个异欲上来 有旅行社就期望政府未来举办大型活动之前 能够提早与业界沟通 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安排旅行团行程 以及做宣传 母线电视机写一 邓杰瑞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举行颁奖礼 表扬十个对教育界贡献良多的教师 选举去到第三届 得掌者包括在中小学和得署学校等任教的教师 表扬他们默默付出和奉献的精神 发挥正能量 并且倡导社会重视尊师宗教的良好风气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支持的时候 形容教师使命神圣 是学生国民身份的启蒙者 培养知法守法的学生 社会就更加有秩序和安定 海洋公园上载大红猫形形一对龙鳳胎 姐姐的最新片段 姐姐先打哭露 之后哭露就传染给妈妈 母女神童部抹大口 发出低沉叫声 同时伸展手臂 姐姐的体重也都正式揭晓 是超过1.6公斤 比弟弟重0.2公斤 海洋公园形容再过多几日 妈妈抹大口就未必含得住姐姐 欧盟据报会在今个星期五表决 是否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一旦通过的话 将会在下个月底实施 彭博社报道 欧盟成员国已经收到草案 由于中国仍然同欧盟协商 有可能会改变表决日期 欧盟委员会早前提议 在目前对进口汽车征收标准关税百分之十 再向中国制电动车加征百分之三十银点三关税 欧盟一旦表决通过 意味着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百分之四十银的关税 欧盟部分成员国 包括马尔他 斯洛弗克和匈牙利表明投反对票 中方多次表明会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澳洲色尼一位艺术家 收集在马路上面被车撞死的雀鸟 用他们身上的羽毛 制作成衣物和摆设 希望令更多人关注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 这只狗公仔被黏上雀的羽毛 这只更多了条尾 这些超现实的动物造型 好像神话里面的四笔像 它们都是色尼女雕刻家 雅伦丁的作品 他甚至用死者制成头箍 戴在头上 雅伦丁原本从事时装设计 他喜欢在头饰上面加添羽毛 曾经凭一套羽毛服装获奖 最初他是向商店购买羽毛作为材料 直到有一次 他在路上看到被撞死的雀鸟 发觉他们身上的羽毛依然色彩艳丽 就敢被当做垃圾串 太可惜 于是将雀鸟撿回家 希望透过艺术创作 将雀鸟生前的美态保留下来 为他们的羽毛赋予新的存在意义 并且提醒隔世人士 每一只被撞死的野生动物 都是一个美丽的生命 不应该受到轻视和冷漠对待 他最喜欢的创作主题 是为狗公仔加上刺旁 他说狗是备受呵护的宠物 但野生雀鸟的安危就没人关心 所以他将两者结合 希望大家对待路上的野生动物 就好像对待家里面的宠物一样 无线电视记者梁周慧报导 澳洲坎培拉测试 在部分时段调低街灯的亮度 以减低光害污染和减少摊排放 澳洲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过去六个月 在夜晚11点至清晨5点 将坎培拉三万盏街灯的光度 调暗3至5成 法国对街道照明没有影响 甚至没有市民察觉街灯的亮度有变 但坎培拉的夜空就因为街灯调暗 令星光更加灿烂 这项获市政府支持的研究 希望测试可不可以透过调低街灯的亮度来省电 在坎培拉的八万三千盏街灯之中 有三千盏已经换上智能LED电灯弹 可以遥控调校光暗度 研究人员每15分钟将街灯亮度调低一成 直至亮度减到一半为止 半年来没有任何行人或驾驶人士 投诉街灯变暗 罪案也没有因此而增多 在同一个时候 有天文学家梁道坎培拉夜空的星光亮度变化 发现调暗街灯之后 很多平时见不到的星星都重现眼前 市政府将会进一步研究 是否长期推行调暗街灯的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梁祝伟报道 大家好,我林可盈 这次先去欧洲看看 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投票 外界关注反欧派或者极右派 一旦控制议会 突显欧洲再有国家向游谨 或者会影响欧盟应对移民 和沃克兰等的议题 奥地利总理朗香密去怀仰南一个票站投票 最新闻调显示 它领导的人民党支持度有25% 落后于支持度有27%极右的自由党 移民政策、通胀等是今次选举的重要议题 民调领先的自由党由基克尔担任党主席 奉行奥地利优先原则 主张反移民、反欧洲的立场 今次选举将会产生国民议会 即是下议院183位议员 如果自由党最终奪得最多议席 将会是自二战以来该党首次在大选胜出 外界关注自由党一旦控制议会 可能转向亲中、亲俄路线 但有分析认为 自由党难以取得过半移植 即使胜出选举 由于基克尔过于亲俄的立场 包括呼吁结束对俄罗斯的制裁等 其他政党未必和他组织联合政府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 欧盟据报道会在今个星期五表决 是否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一旦通过的话将会在下个月底实施 彭博社报道 欧盟成员国已经收到草案 由于中国仍然和欧盟协商中 有可能会改变表决日期 欧洲委员会早前提议 在目前对进口汽车征收标准关税百分之十 再向中国制电动车加征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的关税 欧盟一旦表决通过 意味着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百分之四十五的关税 欧盟部分成员国包括马尔他 斯洛弗克和匈牙利表明会投反对票 至于现在正在美国纽约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说 中方反对黑手干涉亚洲 他又批评有发达国家 打压其他国家的绿色产业 外长王毅在纽约最后一日行程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呼吁各国致力推进世界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 也要尊重文明多样性 反对意识形态对抗 全球各地冲突不断 王毅说中方一直努力推动停火指战 强权不能够代表正义 亚洲地区需要稳定发展 有智慧和能力稳定局势 以对华协商解决分歧 王毅说中国致力参与全球治理 支持各国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敦促美国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 在全球暖化问题上 王毅说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升应对能力 又不点名批评部分国家 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王毅又提到台湾问题 强调中国是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不存在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 在这一原则问题上 没有灰色地带 没有模糊的空间 中国必将实现完全同意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 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王毅又说中国式现代化 有利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远先全球治理 总结王毅在纽约6日行程 除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还出席了六十多场双边 或者多边活动 外交报官员形容 比往年都要多和紧离 无线电视机 就是钟卓熙在美国纽约报道 外长王毅又会认 南韩外长赵对列 他说双方要为两国关系 营造有利条件 王毅说今年中韩各领域合作增加 两国关系出现积极改善势头 中方愿意支持南韩 举办春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王毅强调 美国在南韩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不符合地区国家利益 中方将会继续劝和速谈 为实现半岛长治九安发挥建设性作用 新华社报道 赵对列华 韩方高度关注朝鲜半岛局势 期待与中方保持战略沟通 韩方也都希望双方加强高层交往 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愿意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 共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 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石破茂 将会在星期二获国会推举做手上 据报他有意委任岩屋毅担任外讯 动物新闻和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石破茂正是筹早新内阁 其中被视为鹰派的岩屋毅 可能会担任外讯 67岁的岩屋毅 在2018年10月到2019年9月期间 曾经担任防卫大臣 他任内曾经指责中国 试图以武力改变南海和东海现状 又说希望台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 消息又说石破茂考虑给林峰正 继续担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转讲一下美国大选 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三早上举行 民主党的与尔茨和共和党的曼斯 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邀请将会上台较量 主办单位说整场辩论大约是90分钟 不切现场观众 两个人不能够带笔记上台 不用开场演说 而是要直接回答提问 在两个候选人休息期间 双方阵营不可以接触候选人 而另一个焦点就是全程开麦 但是主持人有权关系了他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说 正是被战的与尔茨曾经披露自己比较紧张 原因之一是部分选民对何锦丽的认识不够深 他要说服选民支持民主党 但是又担心何锦丽对他的表现感到失望 风暴海伦尼持续吹集美国东南部 最少64人死 超过310万户停电 在美国田纳西州 暴雨导致落里茶几河水位暴涨 外界优略水壩缺提 当局说水壩结构仍然安全 但是会密切监视情况 在北卡罗雷纳州西部 最大山区城市埃德尼维尔 在风暴海伦尼吹集之后 有马路被冲毁 无法行车 山路变得崎嶇不平 沿路大量船目倒塌 另一城市阿什维尔变成宅国 有汽车几乎被洪水淹没 有栅文化电力供应中断 希望当局尽快支援 由于严重水浸和山泥倾射 部分周制公路暂时关闭 超过400条道路受阻 导致北卡罗雷纳州西部地区 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北卡州州长傅柏更加说 海伦尼酿成八年一遇最严重的水灾 来自19个州的救援队 抵达当地展开援助工作 海伦尼在南卡罗雷纳州 和佛罗里达州同样酿成严重伤亡 其中佛州有9个人在屋里面挤斃 坐着亚洲亚特兰大市在48个小时内 路德降雨量超过280毫米 去至1878年有纪录借离 那个时连续两天的最高降雨量 有公司估计今次风灾 可能让城高达1100亿美元 折合超过8500亿港元的经济损失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同报道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在人龙飞船发射星空 送两个太空人到国际太空站 并且预备将因为波音声制客机故障 而滞留太空站的另外两个太空人 带回地球 踏在龙飞船的聶鹰9号运载火箭 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下午1点多 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美国太空基地发射星空 预计第二天I-Mine 银点半 与国际太空站对接 今次是龙飞船第九次为太空站 温松轮换太空人 但今次只是搭载两个美俄太空人星空 以预留位置 将预期滞留在太空站的两个美国太空人 明年二月再回地球 新水埗先后有最少八个女中学生 怀疑被人非礼 警方逮捕一个20岁本地男人 涉嫌猥褻侵犯 行动中检获怀疑是被捕男人 案发时候所着的衣物 警方上个星期四接报 两个十四同十六岁的女学生 上午上学途中 途经桂林街和福华街一带的时候 被一个男人分别从侧面 和从后红补方式触碰他们的空暴 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 发现一个男人涉嫌以类刺手法 非礼另外最少六个穿着校服的女学生 呼吁受害人举报 警方强烈谴责 所有针对女学生的风化行为 根据香港法例 第二八章刑事罪限条例 猥褻侵犯 也即是非礼 是严重的罪行 一经定罪 可判处监禁十年 市民切勿已分以身事法 于任何市民受到 或目经风化案件的行为 请勇敢停身而出 作出举报 一个男人在南丫岛对出落海 送院之后不治 警方下午一点几节报 说一个男人由一艘蓝迹快艇跌了落海 当时距离岸边大约半米 救援人员救起他之后 送往马丽医院 证实不治 有团体为长者举办集体终目活动 近600人一起浸脚 创下世界纪录 主办者希望将这个有医学文献证明 对健康有益的活动 推广到每个有长者的家庭 长者聚在一起 除了鞋做些什么呢 原来是一起进行触目保健 即是浸脚 大约涉事40度的暖水 去到脚眼浸10至15分钟 一路浸脚 一路同协助他们的义工聊天 放松身体之余 亦都放松心灵 真的很舒服 还有那个盘底下还可以按摩 回家会经常浸一下 主办者本身是脊骨神经科医生 说触目的效用有医学文献证明 有益健康 还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么简单的 利用一个月水一个暖水 就可以帮助那些血液循环 在一脚那里就可以上升心 这样就可以再次循环 因为其实浸脚是一个大礼 如果有一些后悔 能够为家的长者亲民的浸脚 令到他们会觉得好备受关义 活动招募了过百名义工 又义工认为作人之余 也都应该协助自己的家人 要告诉他们听 其实你现在帮着自己的家人 帮着自己的家人 其实是一个幸福来的 参加者可以带走他们浸过的一脚盘 主办方说希望他们可以 将这个习惯带回家 活动分成四场 每场大约150人 最后以总数596人 创下最多人同一日触目 书界心灵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世界纪录 母亲电视记者陈介欣报导 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估估计 未来两年内地访港旅客 仍然未能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长远会做到 他又建议放宽度游牌照的要求 给多些年轻人加入做兼职 应用政府反应开放 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 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一年车日的假期 将会有大概120万人次的内地访港旅客 无论是自由行还是旅行团 按年都有升幅 不过整体只是2018年 而倒置疫情前水平的七成半 我们觉得未来两年应该是未到的 第一就是经济 其实全球的经济都是差了 那内地的经济当然是差了 以前是纯粹主要来买东西的 已经不会有这些 而我们去推一些特色的旅游 或深度游的话 是需要时间慢慢人用 他形容推了几年的本港深度游 仍然在起步的阶段 这方面的导游 连埋爱语导游都不够 要求政府放宽导游牌照的要求 由现在如果不是大学毕业 必须要先上六至到八个礼拜的课程 再考试合格才获发牌 改为只需要考试合格 六至八个星期 如果我只是想尝试一下 去做一个兼职的形式 去看看我喜不喜欢这个旅游业 我想是很难去投资这个时间去上 我们初步跟政府去说这件事 他们是开放的 他们是可以去检视的 不等于对于导游的要求降低了 反而其实说回刚才你说的事件的话 导游被人暂缓停了牌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增加景点都是吸客的方法之一 本港现在有六只大熊猫 杨淑芬认为可以将他的IP 亦就是知识产权开放 让更多人下水推动大熊猫旅游 不过最初哪个先投资呢 最初的期间 我们觉得可以去考虑就是说 你开放IP 政府去做一年的时间 让商家去看看会不会有这个机会 是可以发展到 在这里赚到钱的 跟着就再收回钱 至于明年启用的启德体育员 他认为可以带动游轮码头的使用 例如旅客下船之后 可以过去看演唱会等等 母星电视记者陈坚报道 发展局改善码头计划 23个码头有两个已经启用 另外有8个在甘明两年陆续完成 工程采用大量预製组件 期望更快更加环保 这个做法不单止减低因为现场施工 而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的影响 也都避免工程进度 受到潮值涨退的因素影响 提升工程质量和安全 对比起传统在现场落石时的施工方 采用预製组件 可以令到码头主体结构的建筑工期 大大缩短 上个星期六启用的西贡新教西村码头 增加了码头面积 拍位水深 并且增设上階 饮水机 充电设施等配套 也有残道、斜道、方便残疾人士等有需要乘客 在今年两年大埔和西贡区 会再有硬的码头完成改善工程 另外三个分别位于大婴山和马湾 计划期望改善偏远地方的海上交通 同时配合本地南陆旅游发展